不過這個台灣的經濟 當然還是往前走 這個Intel在最新的財報裡面 發酵豪雨 說未來在2奈米跟1.8奈米 這個部分他要超車台積電 但是這個有資深的半導體的 這個專家就分析 說其實Intel並不是要跟台積電為敵 相反的他非常依賴台積電 所以接下來這個Intel要擴大代工 這個恐怕又會讓台積電 成為最大贏家嗎 敏寬 先來說一件事情 這兩天特別奇怪 農曆七月 過去我們在外資圈有說過一句話 寧願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相信外資那張嘴 外資昨天把偽創評得一文不值 你知道今天偽創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早上還出現了偽創的包裝產 還火災 大家想說完了完了 這下是真的死掉了 超高了 開盤死掉了 往下走之後瞬間往上拉 今天破底翻過新高 發生什麼事 外資買超第一名 各位外資是這麼幹的 所以我們先來說 這個最近台積電好多人有點看不懂了 為什麼呢 台積電這波自從跌破了560塊錢的一個季線之後 沿路就搖啊搖的 目前在下面搖搖晃晃 那好多人看了就非常的擔心 為什麼呢 台積電現在有美麗 也有他的一個哀愁 我們先講他的哀愁 他的哀愁的部分的話 台積電太大了 所以台積電目前50%是先進製程 百分之50是成熟製程 那成熟製程 現在庫存一大堆 先進製程當中呢 目前呢 往整個七奈米以下 七奈米 五奈米 四奈米 三奈米 目前是全滿的 但是呢 現在的七奈米 他的訂單也沒那麼多 所以呢 現在後面該要怎麼辦呢 加上美國廠的進度非常的緩慢 所以ADR價格最近也不太好 結果呢 大家都想說 Intel不是要趁機彎道超車嗎 對 他很想彎道超車 但Intel今天出版間 發出了一道命令 他就說我們未來的兩年 因為今年已經2023了 2024 2025 居然給台積電的外包 多到台積電看都要說 你真的要給這麼多嗎 2025年呢 居然要給台積電 97億美金的外包 佔了整個台積電的總營收 是9.4% 所有的外資 看到這份報告之後 見烈欣喜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是今天最新的 目前包括了美商的高盛 包括了日商的野村 請各位注意 有這個叫TP 這叫做Tucky Price 很多人就說目標價700塊 那要先跟各位說 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目標價700塊 不是現在700塊 我今天出一個報告說 這個報告700塊 是12個月目標價 所以現在是8月 那我們一直有跟各位談 未來的兩年 台積電要進入所謂的 一個大成長期 所以這個日期 請各位注意 他這個是2023年的8月30號 這個是日本野村的一個報告 目前兩家的一個架構 是一樣的 但重點來了 台積電這一波 能夠飛黃騰達 最重要的地方 在哪邊 其實還是在輝達 那輝達跟Intel 全部都給了新的一個單子 但現在呢 輝達跟Intel 全部出了最新型的一個處理器 這個最新型的一個處理器 現在都是4奈米 那我問各位 處理器他們出 出了之後給台積電做 誰來幫他 把他做成整台機台 台灣的電子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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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過去台灣電子舞歌 因為手機的一個興起 所以手機的興起 台灣的電子舞歌 大概失落了15年左右 結果現在每一家都不一樣了 目前包括了像技嘉 包括了像偽創 所以我剛有跟各位說 偽創今天太詭異了 股價往下開之後 往上漲 漲到後面大家看了都懵了 怎麼真的破底翻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一個好消息 我們等這一兩天的一個報告 但現在呢 包括了像什麼偽創 包括像什麼華泰 包括像什麼技嘉廣達 外資他們是沿路都在買 那為什麼沿路都在買呢 尤其因為AI真的太重要 AI真的太行 為什麼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目前各國都知道 未來的AI會跟生活當中 無所不在 所以大家拼命在建軍 美國在建軍 中國在建軍 我們台灣自己也有在做 那目前包括英國他也要做 只有最近殺出了一個陳咬金 沙烏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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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沒有 口袋 人家第三YUA有游出來 他就有錢了 對不對 美國不賣 美國現在不賣嗎 美國不賣 現在呢 美國政府下重手 他們現在呢 把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國一樣限制買進 你要買可以 你要買閹割板 所以目前包括了最高階的A100型 H100型還有明年的GH的一個200 現在呢 不准買 不准買 不准買會怎麼樣 買更兇 會買更兇 當然買更兇啊 所以現在呢 很簡單 你那不讓我買對不對 對 我們沙烏地阿拉伯別的沒有 所以各位繞到買會讓情勢更混亂 所以目前會吵 會更再吵成一通 結果這時候呢 我們台灣人自己呢 看我們自己台灣的景氣看得搖搖擺擺的 還在晃對不對 對 人家荷蘭商艾斯摩爾不忍啊 發生什麼事呢 這次他們要再加碼林口 目前各位都知道林口有兩個交流道 第一個交流道常常在塞車 第二個交流道也常塞車 林口交流道第二個交流道往右邊一走 很快就會到艾斯摩爾那座場 非常的壯觀 目前的重機台都在裡面 但艾斯摩爾他現在就看喔 他因為他就很簡單嘛 艾斯摩爾他眼睛很亮嘛 美國啦以色列啦 日本啦韓國啦台灣啦 誰目前有辦法在二奈米領先 怎麼看都是台灣啊 所以目前他是加碼要投資 要來投資林口 那為什麼要投資林口呢 因為現在特斯拉要幹一件大事 為什麼呢 剛好跟各位說嘛 現在最高規的機台叫做A100跟H100 H100你正常買 正常買喔 4萬美金 4萬美金 但是呢現在呢 包括像在整個 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國 喊到10萬 喊到12萬的都有 不止兩倍了 那現在呢 特斯拉他的做法怎麼做呢 他開始做了很極端的做法 特斯拉說呢 我車子以後做好之後的 又起你給他開走 我不賺錢直接你開走 他沒有賺錢了啦 所以現在呢 未來的電動車要進入所謂的殺戮戰場 你會說馬斯克是這麼笨的人嗎 馬斯克他當然不笨啊 他賣車他不要賺 但是他知道你懶惰 你會不想要自己開車 所以他有一塊FSD 這個叫Four Cell Drive的一個系統 這套系統很貴 一套兩萬五千塊美金 目前已經都在實用了 那實用呢在美國運用 現在運用的差不多 那當然各地的 先說台灣不合法喔 台灣就算你開特斯拉 這個Four FSD 你不能用喔 還是跟各位說喔 你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盤上面 我們台灣 我們一定要遵守我們台灣的法規 好現在重點來了 這次呢 馬斯克一口氣買了一萬顆 買一萬顆 後面還有兩萬顆的訂單 他就說有多少 我要買多少 那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是十億美金的一個好賭 速度比過去一口氣快五倍 那快五倍先跟各位說喔 快一倍就嚇死人了 這快五倍這個是更大的一個必殺技 所以呢為什麼各國都在拚 所以呢現在台積電 疲於奔命啊 真的是疲於奔命 為什麼呢 成熟製程賣不出去就算了 沒辦法 全球經濟上不來 可是先進製程呢 被訂單追著跑 原因就在這邊 好我們來看環球晶 環球晶現在就說了 不行啊不行啊 台灣現在的三代晶片太慢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跟各位解釋過喔 每一代的晶片差別差在功率 未來是電動車的時代 是電動電池的一個時代 是衛星的一個時代 是充電裝的一個時代 所以未來的晶片 他需要耐高溫 他的銅會更厚 他需要更高的運算元素 所以呢三代晶片 台灣要衝 我們目前一代晶片是台積電 天下無敵 二代的話是生化家 我們代工量也大 但我們沒有技術權 技術權在美國手中 目前第三代的整個市佔 目前還是太低 結果這兩天 大家看到了整個華為 下巴有點掉下來啦 為什麼呢 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喔 華為已經被限制 所以呢嚴格來說 他現在是完全在沒有任何援助的一個幫助當中 所以呢 華為這支新手機 這個叫Mate 60 Pro 目前是橫空出世喔 大家往內看嚇呆了 5奈米 8核核心 射頻晶片 中國大陸的射頻晶片 本來就先進了 我個人在猜是 大概12奈米到14奈米的 可是問題是 這一台手機怎麼來的 全是迷 現在他推出這一台之後 大家全世界都在看 為什麼呢 據傳這一台沒有5G 但是他的4G的功能跟5G一樣快 如果這一台真的讓他給推出來的話 就代表過去兩年 美國對於整個中國的科技封鎖 現在完全都破功